2023最新科幻悬疑美剧《星际猎》震撼袋袭 全剧跌宕起伏反转不断堪称剧版《星际穿越》 宇航员不听指挥导致空间站毁于一旦 可他的尸体却被人在沙漠中发现 全身被油腊覆盖并被砍掉了头颅 像是进行了某种残忍的祭祀 废话不说正片开始 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发射中心 是中美俄法四国宇航合作成立30年之久的航天基地 今天一艘满载补给货物的太空舱即将和联盟号空间站对接 可货舱摄像装置却莫名其妙地损坏 总指挥老白立即下令启动自动对接功能 可空间站内的马特却透过窗户发现货舱竟然偏离了轨道 可对接口并不在一条直线上 但发射中心的电脑上却显示所有的对接数据一切正常 马特认为自动对接系统肯定有故障 这样下去货舱会撞击到空间站 他不顾定念指挥部众人的劝阻钻进了控制室 手动操控空间站进行对接 意外还是发生了 货舱和空间站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电力通讯和能源系统瞬间被毁于一旦 可在生死存亡之际 马特却焦急大声喊着他的女友安娜的名字 并让他立即快走 现在就离开 而地球上在救护车里的安娜仿佛听到了马特的呼唤 也突然做起声大喊马特快走 就这样四国努力建成的联盟号空间站 因为事故在太空失联 根据撞击情况空间站内的三名宇航员 能活下来的机会很小 老白把一切怪在了不听指挥的马特身上 事故报告也显示自动对接系统没有故障 因为马特是美国宇航员的身份 美方负责人坚信马特的本意是为了拯救空间站 不信任他们的报告要调查清楚真相 哪怕要和其他三国闹翻也不在乎 董事会的金姐想起马特事故发生后呼唤安娜的名字 于是派人将安娜给请到了发射中心 安娜不仅是马特的女友同时也是一名宇航员 原本六个月前登上空间站的名额是她的 马特只是她的副手 因为生病错过了机会才由马特顶替她上天 安娜表示对马特临死前的喊话一无所知 如今发射指挥中心和空间站已经失去了一切联系 安娜也认为马特启动联盟号是为了减少冲击的惯性 而不是摧毁国际空间站 她也没理由这么做 这时金姐告知安娜在撞击的一小时后 空间站突然轻微地改变了运行轨迹 根据计算将会在一小时后经过发射基地600公里的上空 安娜突然灵机一动 说出了星光一号 并认为对方是在试图与他们取得联系 原来安娜和马特谈恋爱时候听对方说过 星光一号是一颗美国70年代的监视卫星 对中东地区进行了40多年的监测 男友马特曾是军方人员知道该卫星的轨迹 很可能是想向安娜传达信号 美方负责人连忙解释这颗卫星很早就退营 但上面的光学摄像确实还能正常使用 于是打算在卫星和失联的空间站擦肩而过时 拍摄空间站的损坏情况 来判断是否需要派出人营救其中的宇航员 而此时在发射中心附近的拜克努尔小镇上 警探阿伟和搭档接到举报 在一座废弃的工厂楼顶发现具诡异的尸体 当他们来到工厂内 发现墙壁上绘画着奇怪的血色图案 搭档见到图案后脸色大变 提出自己不想上去了 并对着墙上图案念念有词 似乎在惧怕着什么 阿伟独自来到楼顶发现一具诡异的男士 他的全身被油腊覆盖并被砍掉了头颅 蜷缩在一堆石头上面像是进行某种残忍的祭祀 阿伟将尸体脖子上的项链用刀挑了起来 发现上面刻有一只眼睛的符号 奇怪的是阿伟并没有将尸体带回警局 而是来到了一家屠宰场 让老板用一气探测了一番 在尸体手腕的皮下组织里 找到了一枚可以识别身份的微型星田 阿伟回到警局将事情汇报给局长 可局长判断死者可能是发射中心的人 牵扯太多让他不要调查下去 可阿伟却有着不得不调查下去的理由 写了个地址让搭档去找一位女黑客将芯片进行解密 没多久死者的身份信息解密出来了 但电脑也传来一阵警报声 女黑客赶紧拔掉了所有电源和网线 却已经为时已晚 金姐立即接到了下属的汇报 他们一个ID芯片被黑客侵入 此时阿伟正在酒馆里等待着搭档的消息 谁料局长却怒气冲冲进了酒吧 责怪他不听自己的话导致他的搭档被人杀了 接着丢出了一个血迹斑斑的塑料袋 说搭档临死之前让他把这个交给阿伟 并警告他立刻停手调查否则后果自负 局长走后阿伟在袋子里找到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解密出来的死者身份 是一位名叫马特的宇航员 与此同时安娜被金姐带到了医院的停尸间 阿伟找到的那具无头尸体就停放在这里 看到尸体的体型和腰部熟悉的胎记 让安娜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她的男友马特 但如果这是马特的话 那六个月前就登上空间站 并造成这次事故的那位又是谁呢 此时指挥中心内星光一号卫星和联盟号空间站擦肩而过 成功地拍到了一组照片 在将联盟号的照片放大了数倍后 众人惊讶地发现 空间站闲窗后面竟然出现了马特的面孔 她果然还活着 时间回到三个月前 安娜在火箭即将升空时突然浑身开始抽搐无法呼吸 随后她被送入医院昏迷不醒 同事宇航员的男友马特顶替了她的名额 临出发前她来到安娜的床边和她告别 并说有些她无法解释的事情注定会发生 到时人们或许会说自己从没爱过她 顶替她的名额是别有用心 甚至想让安娜相信自己已经死了 但是请不要听他们的 只需要听我和你的内心 控制中心内安娜看到星光一号拍摄到闲窗后马特的面孔后 整个人陷入了茫然之中 知道星光一号的只有马特和自己 空间站内的马特和医院的尸体到底哪个才是马特本人 金杰打算对尸体进行地内测试 在出来结果前希望安娜不要对他人说这事 其他各国负责人在看到马特活着后 决定派人前往空间站进行研究 工程师判断空间站内的氧气只剩下大约五六天 但这个任务非常的危险 因为空间站的对接装置已经损坏 并且自身在不停的旋转 救援的宇航员只能从救援舱外跳到空间站上 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变成宇宙中的一具尸体 没有宇航员愿意这样付出生命 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安娜提出了申请 但负责人们考虑到她如今的身体状况 不认为她能胜任这项任务 金姐却排除意义大力推荐安娜 老白表示在确定空间站内有幸存者证据前 不同意任何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援 另一边警探阿伟在回去路上看到了搭档惨死的样子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他找到了侥幸逃脱的女黑客 告知搭档被杀的事情 给对方一笔跑路费让他藏起来 但跑路前让他最后再帮自己一个忙 阿伟带着他来到沙漠中挖出一具已经有些腐烂的尸体 并从尸体的手腕处又取出一个微型芯片 通过解密后发现死者的身份 这次阿伟在看到样貌后立即关闭电脑躲过追查 回去后女黑客在网上查到了对方的信息 死者是和马特一起前往空间站的三名宇航员之一斯洛伟 阿伟得知马特是顶替安娜的位置后 他让女黑客拿着两个芯片去一个地址先躲起来等他消息 自己则去找安娜了解情况 此时控制中心内安娜得知在半年前的1月15号 爆发过一场太阳粒子风暴 之后空间站内机组人员曾维护过太阳能机 换下来的旧电池被存放在了空间站某处 虽然电池被闲置了6个月至久 但总还剩下一些点 能让空间站幸存的宇航员多坚持几天等待救援 工程师表示需要编写个程序来激活电池 可怎么能够将程序告知对方呢 安娜觉得对方会联系他们的 并且很可能已经在联系了 我们能做的只需要倾听 第二天三妹在观察空间站时听到同事习惯性的暗原珠笔 节奏声让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空间站似乎在利用光脉重传达信息 在45秒、90秒和135秒开启 三者都是45的倍数 而45秒是在空间站重启发电器所需的时间 所以那并不是电器故障而是人为在开关 将视频加速后就能获得摩斯密码信息 就在他们破译对方信息时 安娜正在被四国负责人和老白质疑她能否参与救援 因为就在上周安娜就服用维京药品货量住进了医院 安娜表示六个月来一直在思考自己当时失败的原因 从那天起生活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转变 但癫痫并没有再次发作 虽然自己有时候能听到一些声音并会做奇怪的梦 但宇航员的身份从小到大都刻在自己的DNA中 上到离地球600公里以外进入旋转的空间站 不是一个机器人所能做到的 安娜认为没有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 于是四国负责人和老白开始投票 恶法赞同而中美投了反对票 最终决定票来到了老白手中 就在她犹豫不决时电话响了 原来三妹等人已经破解出摩斯密码信息 竟然是要求送安娜上去 工程师表示他们传送电池程序后 能让空间站内人员多活几天 这样也就有足够长的时间将安娜送上去 控制中心向全世界的媒体公布了这次研究计划 安娜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体能训练 并被送到医院进行隔离 金姐对那具无头难尸的DNA检测结果也出来了 可马特DNA的匹配率为93% 安娜觉得马特并没有死 因为对方曾告诉过她会有人说她死了 也会说自己疯了 让她不要相信 金姐告诉安娜光有信念是不够的 让她想想如果到时空间站里并没找到马特该怎么办 晚上安娜又做了个奇怪的梦 她在满是雾气的玻璃窗前用手指触碰 水滴竟然没有下落而是往上飘去 耳边传来马特的声音 两人会再见面的 要么在这里 要么在另一个世界 控制中心老白命令手下控制了附近拜科努尔小镇的灯光电源 准备向空间站传递一份含有电池激活程序的摩斯密码 却不知此时安娜已经陷入了危机之中 三名说俄语的标形大汉假扮医生挟持了安娜 并往她嘴里塞进了大量不明药物 关键时刻来寻找安娜的阿伟出现刚好救了她的性命 她挟持了一名歹徒想要带着安娜强行离开 但奈何对方人多势重 双方在走廊上陷入了将军 中心开始向太空发射信号控制了小镇的电源 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之中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互 当控制中心成功向空间站传递完信息后 医院走廊里已经是一片狼藉满地全是尸体 安娜和阿伟终于侥幸逃脱了 可等待着两人的将会是一场更大的危机 大雪天楼顶惊现一具诡异的无头男尸 身体上挂满了白色的凝状物 警探阿伟掏出小刀从尸体上刮下了一小块 辨别后发现竟然是一层石了 如此残忍的作案手法他也是闻所未闻 可正当他想要展开调查时 一位自称是航天基地基金会安保主任的 俄国光头男突然出现 要求带走这具尸体 阿伟表示这里是拜科努尔小镇 并不是拜科努尔航天基地 当场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为了以防万一他和搭档当晚就将尸体给藏了起来 却不知这番举动给两人都带来了一场灾难 几天后阿伟接儿子去上学时 儿子贪婪偷偷拿走了车钥匙下楼启动了汽车 爆炸冲击将房里的阿伟击倒在地 当他跑下楼时汽车已经燃烧成废墟 显然这是一次针对自己的袭击 却夺走了儿子的生命 从此之后阿伟开始疯狂地寻找那位光头男 可对方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般 转眼间六个月过去了 阿伟在一处废弃工厂顶楼再次发现了一句无头男士 凶手的作案手法和上次一模一样 他从其体内找到一枚微型身份芯片 交给搭档去找黑客破解 不料又导致搭档被人杀死 阿伟不顾局长的警告决心为儿子和搭档复仇 他挖出六个月前隐藏的那具尸体 从他手臂上也找出一枚芯片 通过解密之后发现两人都是空间站的工作人员 阿伟私下找到局长询问芯片的事情 却被告知俄罗斯寻找这具尸体已经找了五个月 其他内情却不愿意告知 他根据死者身份线索找到安娜 却不料正好碰到安娜被人绑架 企图阻止他上天救援空间站内的幸存者 经过一番激烈的交火两人从医院逃了出去 当安娜被汽车喇叭吵醒后发现自己躺在车后座 而驾驶座的阿伟已经重大失血过多昏迷了过去 安娜查看了阿伟的证件后 直接将烈酒倒在他的伤口上消毒 剧烈的疼痛也将阿伟唤醒过来 安娜打电话给最信任的长辈老白 对方和他去世的母亲曾是同一批宇航员 告知自己昨晚差点被神秘人绑架的经过 可当他即将说出自己所在地点时 阿伟却挂断了他的电话 说基地的人不值得信任 因为他们不想让人知道太空中的那座空间站是空的 里面根本没人 还没说完又倒了下去 安娜见他不愿意去医院 就去店里买了一些大蒜和一瓶蜂蜜 看到阿伟一脸蒙圈 安娜解释大蒜内含有抗生素 而蜂蜜是一种防腐剂 但能不能有效只能祈祷了 另一边金姐闻讯赶到了医院 手下光头向她汇报了昨晚发生的事 看到走廊南地尸体的惨状金姐沉默不女 她来到停尸房发现马特的无头尸体也消失不见 于是询问局长是否对着尸体知情 她的下属阿伟为什么会救下安娜并私自将她带走 局长表示自己有不听话的下属也很无奈 她会去想办法找到阿伟和安娜 局长首先来到阿伟的家里搜查 可并没有找到她的行踪 阿伟妻子责怪局长因为丈夫的性格从没喜欢过她 局长沉默不语没有解释 可当手下准备搜阿伟死去儿子的房间时 局长却制止了她 看来她并不像表面上的那么冷血无情 这时她接到电话查到了安娜联系老白石的位置 立即组织手下赶了过去 看到他们走了阿伟妻子来到儿子房间 从床底钻出了那位女黑客 对方为了躲避追杀藏在阿伟的家里 而小镇餐厅里法国负责人找到了三妹和小帅 看到他们在聊如何救援空间站人员 悄悄告诉他们安娜昨晚的遭遇 显然有人不想让安娜去营救他们 也许也是同一人破坏了对接导致空间站损毁 唯一的问题是谁从空间站被毁中获利最多 回到基地后三妹和小帅展开了调查 三妹觉得基地收到空间站发射的讯号显示当时对接是没问题的 但还有一种可能 有其他附近的中级卫星修改了讯号 小帅查阅后得出有一颗法国和美国的卫星在空间站的轨道附近 事故发生前他们失去了货舱摄像头讯号 接着也失去了空间站的讯号 于是基地传送和发出的数据都由那颗美国卫星中转 没多久就有一名工作人员有发现 此时基地控制室内美方负责人梅森得知安娜失踪后 提出转交研究成果给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并让老白交出空间站的对接密码 事已至此老白被迫只能同意他的要求 就在传送到一半时三妹等人走了进来 告知了法方负责人他们的发现 他们手头证据显示在事故发生前37秒 美国的那颗卫星发送的代码被伪造了 而这直接导致了联盟号国际空间站的毁灭 法方怀疑这是美方和中方的合谋 到时两家参与救援时美方展示自己的宇航技术 中方展示救援机器人技术 中方负责人立即提出抗议 中国不会接受这样的侮辱 尽管梅森一再否认 他绝不会拿宇航员的生命冒险 表示那颗卫星只是普通的通讯卫星 很可能是被黑客入侵造成的 但铁证摆在众人面前 你扒掉裤裆里说不是也没人信 很快梅森就被押走接受调查 夜晚安娜做了一个梦 回到六个月前 她和马特来到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测试爆炸的现场 多年后这里依然是一片荒芜 安娜说到阳光和核辐射的危害区别时 马特却说两者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只是受到大气层的保护 而在国际空间站上 那些射线会直接穿过人体 破坏你的DNA 当你回来时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安娜觉得马特是在开玩笑不希望她去空间站 时间回到现在 大蒜和蜂蜜的组合让阿伟恢复了一些 安娜驾车来到一座卫星监测站 因为按阿伟的说法空间站里没有人 那他们一定是回来了 但任何人从国际空间站返回 都会有雷达记录飞行器的罪名 老吉尔是这座监测站唯一的工作人员 安娜母亲小时候常带她来这里玩耍 只要有任何东西从空中掉入沙漠 她的遗器都能找到 就在他们查找数据时 局长带人追了上来 根据方位判断安娜他们去的是卫星监测站 基地内光头立即派出全副武装的士兵乘坐直升机出发 并下达命令除安娜外其他人只要阻拦格杀勿论 没多久安娜就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在半年前的1月15号曾爆发过一场太阳粒子风暴 地球上卫星和雷达数据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 如果空间站上的三名宇航员 想要无人知晓的情况回到地面 那就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老吉尔立刻打印出了当天的详细追踪纪律 果然不出所料在1月15号的凌晨2点半 有一个不明物体降落在附近的沙漠里 老吉尔觉得可能是陨石 但安娜对比数据发现不明物体在离地面最后一英里时减缩 陨石可不会这样 而坠落的地点正是6个月前 他和马特去过的原子弹测试爆炸区域 老吉尔听到后说那也是25年前他着陆的地方 原来25年前和平号空间站线路短路引发火灾 5名宇航员分别乘坐两个太空舱逃回地球 其中安娜母亲所在的那个太空舱进入大气层后燃烧起来 最后幸存的只有老吉尔和线发射中心负责任老白 但由于空间站发生事故当天是由老吉尔为伍 于是他承担了所有罪责被发配到这个观测站 而老白获得荣誉和勋章 当初是他将不省人事的老白拖进了太空舱带回地球 才救了他一条命 可对方这么多年来却从未想过帮一下他这个救命温人 话题过于沉重 安娜两人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有人悄悄潜入了观测站 阿伟反应过来已经被对方用枪指着 来人竟然是局长 说俄罗斯人已经在来此的路上 他们不会让阿伟活下来的 自己只想要知道一件事就放过他 那两个从尸体里找到的芯片在哪里 阿伟说在自己妻子那里 但他们所不知道的是阿伟妻子从女黑客手里拿到芯片后 找到发射基地已经将芯片交给了金杰手中 但从他迷茫的表情可以看出 金杰也不明白空间站与航员的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地面 局长让阿伟立即离开 他来想办法收拾他留下的烂摊子 就在阿伟带着安娜驾车离开不久 局长看到远处俄罗斯人的直升机后 对着自己的手臂开了一枪 而彻夜未眠的老吉尔在房间内 听着25年前空间站事故发生前的录音 当时他们似乎也遇到了太阳风暴 可其中一人却惊恐地大叫那不一样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这里有些不对劲 同伴一直在安慰他冷静下来 可男人却说自己看到了某种东西 大喊着外面有东西让自己出去 同伴说不可能 空间站外面是太空什么都没有 男人依旧在尖叫 说这里不只有我们 此时老吉尔听到直升机降落的声音 在对方进来前彻底删除了这条音频 25年前空间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和这次联盟号空间站又有什么联系 未完待续 这个应该在宇宙空间站的宇航员 却出现在沙漠中的小屋里 看着完全没有图像的电视机不断重复着相同的话语 安娜询问其他人在哪里 对方终于冷静了下来 可下一秒枪声响起男人立刻惨死当场 阿伟夺起来开枪反击 可子弹很快就打完了 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闯了进来 眼看着二人就要被当场击毙 对方突然中枪倒地 另一名士兵出现救了他们的性命 他是一两人不要惊慌 然后接通了对讲机 对面传来精解的声音 说航天发射基地的保安队长光头出卖了他们 现在他正在乘坐直升机来接安娜回拜克努尔 时间回到一天前 监测战老吉尔被抓后不肯输出安娜的下落 系统里坠落的不明物体信息也删除了 光头派手下将他送回发射基地 此时基地内精解将两个身份芯片 放在关起来的美方负责人梅森面前 这个是唯一且无法伪造的 两个芯片属于马特和斯洛韦 是他们去国际空间站前皮下注射到两人体内的 但现在却在两具被斩首的尸体上被发现 梅森并不信他 之前美国卫星已经拍到马特在空间站里 精解表示一切都太巧合了 发送伪造信号的中序卫星和拍摄图像的星光一号都是美方的 他怀疑是美方是摧毁空间站的幕后黑手 但梅森坚定地说不是他们干的 在精解和老白说明情况时 一旁的三妹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不久后将小帅叫到外面 他觉得梅森说的也有可能 中序卫星和星光一号全是工具类卫星 想要入侵并不是太难 老吉尔删除掉了1月15日的记录也非常渴 他怀疑起是他黑入卫星操控了这一切 但小帅是对方的崇拜者 认为他一生都献给航空事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而他们的谈话全被不远处抽烟的精解听到 精解找到三妹说他不是俄罗斯人 无法理解他们对这个航天发射场的感情 他觉得三妹的想法很有洞察力 是自己和基地其他人所不具备的 接着将他遇到的难题也问了出来 空间站机组人员如何能返回地球而不被发现 三妹表示只要有物体返回大气层都会被跟踪和记录 但也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区域内的所有雷达同时出现故障 他们想到了去年1月15日的太阳要斑 这可能就是老吉尔删除那天所有数据的原因 精解说到25年前和平号空间站事故 虽然官方说是由于短路引起的 但那一天也有和1月15日一样的太阳要斑爆发 而老吉尔就是船员中的幸存者 三妹来到基地资料室查看当年资料后 确认这种太阳风暴每25年发生一次 而当所有机组人员撤离空间站后 该站的数据显示空间站里似乎还有人或者什么东西 可他刚挂断和精解的电话 就被神秘人给绑架了 另一边朝自己开枪的局长来到阿伟家里 想要拿到那两个芯片 这才得知已经被他妻子送回给航天基地了 他离开时却不知自己已经被跟踪了 光头和手下杀到了阿伟家里 并让女黑客帮他入侵一个手机号码 接着押送老吉尔的司机就接到了除掉他的命令 老吉尔察觉后分歧反抗解决了对方 但他也腹部重担流血不止 他临死前给金姐留了一条讯息 让他相信自己安娜正处于危险中 请对方救救他 此时安娜和阿伟即将到达不明屋坠落地点 安娜说马特的事情他已经无法辨别真伪 在六个月前发射失败后 他被诊断出患有精神错乱症 但现在事情变得越发离奇 他不知道是自己疯了还是整个世界都疯了 所以想要找出真相 可当他们到达坐标地点后 四周空旷一片什么痕迹都没有 于是安娜觉得自己应该立即返回基地 男友他们还在空间战发信号让自己去救援 之前那些都是幻觉 这时阿伟突然情绪激动破防了 那自己烧焦死去的儿子也是幻觉吗 有幕后黑手想让自己闭嘴 他一定会找到凶手将他们杀死 这时沙漠中起了一阵巨大的沙尘暴 由于此地以前是河暴现场沙尘有辐射 他们无奈之下只好来到附近的村子里暂闭 可没想到第二天天亮安娜睁眼后发现 锁住帐篷顶上竟然是一张逃生舱专用的降落伞 二人立刻根据这条线索找到了附近的一家废品回收站 果然在这里发现了一座破损的逃生舱 老板娘看到安娜的手表非常惊讶 说她怎么才来 说好的几天结果半年才来 安娜完全听不懂她的意思 对方回到家里拿出一块同样的手表 原来半年前有人在她这里抵押了手表 说过几天赎回来 可一去就不复返 安娜拿着手表惊呆了 手表被后客的字母证明确实是自己的 为什么会出现两块一模一样的手表 她甚至觉得自己又开始精神错乱了 老板娘说当时三个受伤的男人来次想要打电话 但这里并没有 其中的两位离开后就不知所踪 而剩下的一个怪人就一直生活在这家废品站里 老板娘觉得她的眼中仿佛有着恶魔 安娜二人走进了一个昏暗的房间 发现一个男人正坐在空白画面的电视机前 走近一看她竟然是和马特同机组的另一名女航员小夕 可小夕对她的呼喊充儿不闻 嘴里说着 接下来就是片头的剧情 如今终于可以确定 三名宇航员不知为何偷偷返回了地面 而如今已经都被残忍地杀害 那么联盟号空间站里的人到底是谁呢 可就在此时 电视里竟然出现了空间站的画面 镜头里竟然是本该死去的斯洛伟 他们利用最后一丝电力发布了这条公开求救讯息 空间站资源耗尽 氧气最多只能坚持48小时了 如果能听到请赶快来救救我们 我们的时间所剩无几了 女人来到被撞毁的宇宙空间站救援同伴 不可思议的是透过闲窗却看到里面竟然有另一个自己 薛定恶的猫是由物理学家薛定恶提出的著名思想实验 微观物质已知有粒子和波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 通常微观物质已波的叠加混沌态存在 观测后它们才会成为粒子 实验室在盒子里有一只猫以及少量放射性物质 有50%的概率放射性物质将会杀死这只猫 同时有50%的概率猫没被辐射杀死活了下来 在量子的世界里 当盒子处于关闭状态 整个系统会一直保持不确定性的波态 即猫生死叠加 猫到底是死是活必须在盒子打开后 由外部观测者观测时 物质以粒子形式表现后才能确定 这个实验后面还延伸出了平行宇宙等物理问题和哲学争议 现在联盟号空间站内就是同样的情况 里面的三个宇航员已经确定于 1月15日太阳要般爆发之际回到了地球 并且一个个的因不明原因死去 但空间站却发送来公开的求救信号 保安队长光头已经背下了全球通缉令 不管他是不是主谋但他们赢了 如果宇航员的失手被发现 研究计划将会暂停 那就不会有人知道空间站内的真相 老白觉得只有一个方法能破局 那就是隐瞒宇航员回来的事情 派人上到空间站打开这个盒子才知道猫有没有死 所以他和金姐商量后 释放了美方负责人梅森 接着公开向全世界宣布将会派人前往空间站营救 美方记者表示SpaceX和中国正在展开合作 预计下周派机器人上到空间站救援 老白告诉他一周时间为时已晚 他们12小时内就会派遣宇航员安娜前往空间站 与此同时阿伟和警长接到举报 从垃圾堆内发现一具女性尸体 死者正是三妹 她的脑门上用血液画了一个眼睛的符号 跟之前阿伟从宇航员尸体上找到项链一样 而三妹手中仅仅抓着一张残破的纸页 她拍下照片发给金姐询问 对方看到后立即明白三妹遇害了 那纸条上是25年前空间站事故的日期 而老白也找到即将出发的安娜 说起了25年前的事情 其实他对当时自己如何返回地球没有印象 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病床上了 是从老吉尔口中得知的经过 老吉尔曾说过空间站里发生过一些怪事 但没有人相信他 以为是他推卸责任 老白现在觉得他说的可能是事实 而25年后的今天事情又再次重演了 他怕安娜再次重蹈母亲的复制了 祝愿她能顺利完成任务 带他们从空间站安全回来 想到母亲后安娜忍不住抱着老白哭了起来 在出发前众人制定研究计划 由于撞击导致空间站在太空中处于旋转之中 常规的对接已经无法使用 安娜必须驾驶飞船来到空间站附近 保持和对方一样的速度 然后穿着宇航服从太空中登陆空间站 为了保证她身体灵活还不能穿笨重的宇航服 轻便款的宇航服只能提供15分钟氧气 同时她还必须携带三件同样的宇航服给空间站内的人员 任务时间的限制更是加大了救援的难度 会议后金姐将三妹的噩耗告诉了小帅 令她更是难过不已 安娜穿戴豪宇航服 在全球记者的围观和控制中心人员的期盼下 她进入位于火箭顶部的小型飞船内 随着倒计时结束 火箭喷出烈焰升空而起 安娜紧张地闭着双眼 她并没有像上次那样癫痫发作 不知过了多久 随着飞船震动结束 她已经来到太空之中 远处的空间站破烂不堪 周围还环绕着不少残留的碎片 随着飞船渐渐靠近 控制中心所有工作人员都紧张地站起身来 安娜对空间站检测却没发现生命迹象 靠近空间站后 安娜调整飞船的旋转方向 来到距离空间站10米左右位置 并令她和空间站同步旋转起来 接着她打开舱门爬了出去 这是安娜第一次从宇宙中看到美丽的地球 令她震撼无比 然后到了任务最危险的地方 安娜拖着一包与航幅跳向空间站 她紧张地大声喘气 在靠近时候撞在太空站上 幸好只是头部轻微擦伤 就在安娜抓住空间站外绳索向闲窗前进时 不知是刚才头部撞击还是其他原因 安娜回想起自己和马特去沙漠后 对方还带她去了一个举行着古怪仪式的部落 他们的葬礼习俗是将人用石蜡封住后放在石堆之上 祭拜的神明不是上帝而是太阳 部落的首领是个黑袍蒙面人 见到安娜后给她喝了一碗不明的液体 并说出她母亲的名字 蒙面人将面罩了起 她的脸部仿佛融化了似得没有一根毛发 首领说自己面容是她靠近太阳发现了另一个世界造成的 两个世界就像一棵树上临近的两片叶子 经络之间完全一模一样 每片叶子的世界都有着一模一样的人 之后她就昏迷了过去并失去了这段记忆 而与此同时阿伟追踪到了杀死三妹的凶手住所 她的房间里挂着一张人皮面具 接着阿伟在房间柜子里发现了一件老旧的宇航服 凶手难道竟然是一名宇航员 空间站上安娜终于来到闲窗 她朝着里面张望想要查看是否有幸存者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安娜打开薛定恶的猫盒看里面猫是死是活 可里面竟然出现的不是猫而是她自己 可当初三个登上空间站的宇航员并没有安娜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集我们大结局揭晓谜谊 星际猎杀终于迎来了无比精彩的大结局 空间站遭遇的诡异现象也终于水落石出 我们生活中每做出一个选择都会导致不同的人生轨迹 因此产生的平行宇宙就像树上的叶子一样众多 有时候在太阳风暴爆发期间 这些相邻的宇宙会产生交错和合并 时间回到半年前的1月15号 只是这里却是另一个宇宙中的联盟号空间站 里面同样有着马特等几名宇航员 但唯一不同的是这个世界的安娜也参与了这次太空任务 我们暂且叫她安娜二号 安娜二号此时正穿着宇航服在空间站外维护设备 看着远处美丽的星球感叹自己终于美梦成真了 就在此时太阳风暴来袭 安娜来不及返回空间站 太阳的辐射穿过了四名宇航员的身体 令他们痛苦的尖叫 十几秒后一切安静了下来 只是他们四人已经昏迷在空间站里漂浮着 并且穿越到了我们所处的宇宙当中 马特三人在发现他们之后顿时都被惊呆了 昏迷的人竟然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而令马特更惊讶的是安娜竟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时间回到现在 安娜将自己所见告诉了控制中心 众人并没明白她的意思 只知道空间站里有幸存者 老白提醒她氧气只剩三分钟时间了 让她尽快进入联盟号空间站内 安娜来到舱门入口前 想要抓住手柄转动打开安全锁 却发现不管她怎么用力都无法打开舱门 似乎是气闸出问题了 小帅认为该放弃让安娜返回 可老白却坚持让她继续 安娜只能用工具一个个开启舱门的安全锁 但她的手指已经冻僵 动作变得越来越慢 氧气也只剩最后一分钟 老白让她唱歌来保持清醒 渐渐她已经无法唱下去 随着宇航服内氧气消耗殆尽 安娜终于还是坚持不住 慢慢闭上了双眼 说完她便无力地飘向了太空之中 经过指挥中心多次呼唤 仍然得不到安娜的回应 老白宣布此次救援计划失败 可当她流着眼泪回到办公室后 却渐渐变脸笑了出来 接着从保险箱里 拿出了一台秘密电脑登录 另一边阿伟找到凶手家的 破旧宇航服后联系金姐 宇航服上的标记 证明她曾是基地的人 金姐想起三妹 可能是发现了什么 才导致被灭口 于是她前往基地资料室 查询25年前的事故档案 而阿伟和局长 继续在凶手家守住带兔 这时走来了一个 背着信号接收器的老人 里面播放的正是安娜失联的情形 并且口中大喊她杀了安娜 老人正是之前安娜 在沙漠中见过的太阳教派手里 面对阿伟对她的指控 对方却说那是另一个她干的 局长用枪对准老人 认为她在开玩笑 老人说自己没有杀过任何人 反而照顾着他们 她用石拉封住躯体后 带走了他们的头颅 是为了让他们的灵魂 得到解脱返回自己的世界 这时金姐来电说 她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就被身后的老白一刀捅入胸口 资料室管理员也是老白的手下 她将录音机内电台音乐声调高 以此掩盖金姐的惨叫声 老白表示金姐25年来 一直观察监视着自己 金姐强忍着剧痛问她究竟是谁 而老白此时也不再掩饰 她的真实身份是老白二号 25年前她也遭遇到了太阳粒子风暴 并穿越到了我们这个宇宙 在返回地球时 老白和安娜母亲所在的救生舱找 她虽然侥幸没死但烧伤严重 过了好几年才恢复 却得知老白二号顶替了这个世界的自己 还享受到了英雄一般的待遇 25年后当得知了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后 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份曝光 她让江安娜二号留在空间站 另外三位老乡则秘密送回了地球 陆续残忍地将他们杀害 并用尽了所有的手段 想要掩盖事情的真相 坦言一切后老白二号捕刀将金姐彻底杀死 而阿伟和局长对老白的话半信半疑 只好将她先带回基地 此时的联盟号空间站内 安娜醒来发现自己竟然没死 原来是安娜二号把她救回了空间站内 一旁斯洛维和小夕安然无恙 可马特在撞击后被困在了对街的控制室内 控制中心再次听到了安娜的声音欢欣鼓舞 让安娜在二小时后卫星飞过哈萨克斯坦时 通过救生舱返回地球 联络结束后斯洛维却说出了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 他们只有四套宇航服却有五个人 小夕也提醒救生舱最多只能容纳四人 马特还活着的可能性很小 劝安娜放弃去控制室救援马特 救他们四个人返回地球 安娜提醒他们如果没有马特在控制室的操作 空间站就不会偏离轨道和星光一号卫星相交 自己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几人纠结是安娜二号提出下面的地球并不是她的世界 也没有两个安娜的容身空间 由她去救马特并会将自己的宇航服交给她 可就在此时控制中心发现星光一号刚刚偏离了运行轨道 预计将于27分钟后与空间站相撞 小帅立即让法方负责人去联系梅森问美国在搞什么鬼 并通知安娜没有时间去救马特了 让他们赶紧撤离 安娜将活下去的希望留给了安娜二号 自己却转身来到了控制室 想要打开闸门就索爱的马特出来 与此同时小帅突然从同事口中得知 操控卫星的信号竟然就来自于基地内 他立刻命令所有人寻找信号源 可就在大家都一无所获使 小帅却无意间看到了老白留下来的耳机 他立刻带着同事来到了老白的办公室 却发现房门已经被锁伤了 小帅来不及多想拿起了一旁的消防斧头狠狠地砍向了门座 此时安娜二号和斯洛维两人已经进入了救生舱 离卫星撞击时间仅剩下一分钟 斯洛维明白不能再等下去了 于是按下了救生舱的启动按钮 带着小西和安娜二号返回地球 安娜来到控制室闸门口 但闸门已经在撞击中被损坏 根本无法从外部打开 安娜一边敲打着闸门 一边大声呼喊马特的名字 撞击前最后十秒安娜准备放弃时 闸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 马特听到了爱人的呼唤和他紧紧拥抱着彼此 一起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基地内小帅终于闯进了老白办公室 并发现了控制卫星的电脑 眼看来不及终止撞击命令 他用斧头将电脑砸了个稀巴烂 可没想到这招竟然管用了 卫星在撞击前一秒偏离了轨道和空间站擦肩而过 而另一边局长将阿伟带到了一处废弃厂房 接着掏出枪对着阿伟 阿伟意识到不对打算掏枪 却被一枪击中肩膀 局长说自己早就警告他不要调查 可阿伟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停止 导致他儿子意外被车炸死 虽然不是局长放的炸药 却是他泄露了阿伟的住所 而他也有亲人被对方控制 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局长说了一声抱歉后 枪声响撤了整个厂房 而门口老白2号也接到局长信息找了过来 看到车里被靠住的老白说自己找了他很多年 此时局长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说自己已经听命解决掉阿伟了 让老白2号释放他的妹妹 可老白2号怎能容许知道自己身份的人活着 一枪就击中了局长的胸膛 并将手枪扔进了老白锁在车里 开始往车上浇汽油 伪造成他杀死金姐和局长后卫罪自杀 随后老白2号点燃了汽车将这个世界的他活活烧死 就在他发动汽车准备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时 阿伟从车后座出现 原来局长留了一手 面对这位害死儿子的幕后凶手他当然没有手软 终于为死去的儿子报仇血恨 安娜2号回到地球后 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新的身份 但记者招待会上他的回答让法方负责人起了些疑心 在会后交给他安娜曾经不离身的那块手表 可安娜2号仿佛不认识她似的 说这是一块男士手表不是她的 法方负责人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询问空间站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中美合作救援卫星将与今天不久后抵达空间站 安娜2号想到了空间站内的安娜和马特 向对方说起薛定谔的猫 没将盒子打开前 没人知道里面有什么 果然当中方的救援机器人开启空间站舱门后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安娜和马特的尸体竟然消失不见了 看着安娜2号离去的背影 她也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 却不知对方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安娜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部剧再会